周六一早顶着寒风毛毛雨 来到公园和选民拨甘情 民进党立委高嘉瑜 把内湖康宁路的交通事故高 归咎于市长蒋万安 被说是在蹭声量很不满 里长跟我们说 蒋万安市长在市政汇报上 承诺要去推动的事情 从五月到十一月过了半年 没有任何的结果 没有任何的改善 这跟蹭不蹭一点关系都没有 国民党拿立法院的问证成果系统数据 把港湖区蓝绿立委参选人 放在一起比一比 立委咨询差不多 但会议发言和法律提案 李燕秀都是高嘉瑜的1.38倍 临时提案的部分 还多了将近快六倍 高嘉瑜在国事论坛上 更是直接挂蛋 李燕秀所说的法律提案 全部都是连署别人的 阿里布扎的法律提案 全部把他灌水假数据 拿来当做自己的 但真实自己提案的 高嘉瑜的远高于李燕秀 李燕秀的质询呢 只有252场口头质询 其他全部都是用书面 请助理写的灌水的质询 这些都不是真实的质询 高嘉瑜认为自己打击财团不手软 还拿最新的财产宣报资料 说李燕秀国内外的不动产相当雄厚 谁和选民站在同一阵线高下立判 同场较劲的李燕秀可不这么想 高委员长期 无论是大家对于他的评价 就是官收立委 特权立委 作秀立委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不过我觉得尊重每一个人 平常的经营 跟他自己形象的塑造 杠胡选请紧张立委参选人 请跑基层服务 相信选民会用神圣的一票 做决定 华市新闻黄佩华 黄周盛台北报导 嗨大家好 我是颖童 想要来抢先掌握 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市新闻的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